到从9月21号起到10月4号 那全国维持二级的警戒 中秋廉假期间宣布二级警戒再延长 因为Delta疫情纯水欲动 绝对不能掉疫情心 不开放的场所就仍然维持不开放 那不过呢有相关这些场所 我们可能在下礼拜会做整合性的一些讨论 那再观察疫情 不过室内集会活动规定再访宽 如果展场面积够大 只要遵守每人2.25平方公尺的活动范围 容留人数就可以超过80人 会展场馆也跟着有条件开放 人员要进行造册 也得有六成都打过一剂疫苗 展场内容也有限制 一律禁止吃东西 不准饮食 还有这个试吃的活动 用它的这个租用展区面积的40% 作为上限 同时在适当的位置 要用隔板或者这个分隔墙来做区隔 疫情稳定控制 中秋廉价享受得来不易的自由 就怕大家因此松懈 智慧官特别提醒 还是也是呼吁全体 我看警察这两天出游的人非常的多 一晚开来 有时候这些事情都没有注意到 将会增加我们染疫的风险 请大家连续假期愉快 但是防疫一定要做好 大家新闻学生李明华特别报道